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于将自己的身体往神器打造 等身体素质提升上去后 他们的长辈才会帮他们解开封印 让他们被压迫的魂力释放出来 这个过程里 浩天宗弟子的魂力等级会迅速提升 不过这门秘法也有一定的限制 那就是得在40级至50级左右施展 并且每个人一生只能用一次 说明这门秘法是给浩天宗弟子打基础的 既能提升他们的魂力 又能提升他们对浩天锤的运用 可以说是一种很实用的秘法了 当初唐三被唐浩带走时 就曾在一座瀑布下修炼 而唐浩当时就对他用了这门秘法 浩天宗也是靠这种方法 才确保了宗门弟子的质量 让他们30几岁时 基本都达到了魂帝级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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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